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巨星的灰芒水 四炸風采超級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水希臘隊 基本上 通關應該是OK啦 關卡難度沒有說很離譜 兩隻都是昇華式的水希臘 可以的話就盡量在水希臘的部位 做整排的一個攻擊 這樣攻擊力的加成還有弱珠的加成 像這個要處境應該是不太可能 為什麼因為水希臘的攻擊力太贏 應該說它的攻擊方式 應該說它的攻擊方式 這樣打好了 哇靠 全部都掃掉了 我已經盡量把威力撿入 那我們除CD可能就靠這一關了 好 六千多喔 沒看錯是六千多 好 六千多 一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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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多 看起來是儲機的問題比較大 C回合 我這隻打多少看一下 3668 好吧 這樣應該很小力了吧 直接下地獄去了 給我抓到一個可以儲機的好機會 對 這可能會落下來是水珠 所以我們把它挫開一下 485 又來了 好 哇 這個落助力實在太漂亮了 哇 這個有點糗大的感覺 81600 不打死他 我都快死了 可以看到我把新竹把它挫開 因為我要補血 沒轉到 危險 沒轉到都蠻危險的 還有4回合 撐一下撐一下 3回合 我還可以挨他一下 好 那個右邊的 我是故意把它挫開 因為我怕天降太誇張 自己天降有多誇張 這個就不特別解釋了 好 大家自己稍微看一下天降的一個狀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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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是要做一個控場的動作 好吧 先控再說了 我們先轉個東海龍王就好 好不好 可以邊打邊補 當然 如果能夠直接破防也不錯 嗯 果然破防 那中間他就完蛋了 我們再來多疊一下好不好 好 這時候我就直接開了 好 兩邊都有加成 所以威力應該蠻大的 而且印記現在是最大的狀態 連念之印可以把印記疊到是最大的 基本上是打的還有多 好 吊卡 以上是這個水希臘 水希臘的通關的一個示範 給大家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的觀賞 拜拜